真的不想和你说再见 汤普森谢绝库里挽留 库里设美怀念自己的好兄弟 从11年到现在 库里和汤普森的水花兄弟 携手走过了13年风雨 随着汤普森加盟独行侠 两人也终于迎来了分别的时刻 从汤普森和勇士管理层交务 一直到交易的消息被曝光 库里似乎始终没有任何回应 很多人也开始质疑他 13年的感情却如此的淡漠 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冷血了 而随着交易的正式达成 一切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汤普森早就跟库里沟通过 恳请库里不要向管理层施压 来把他留下 因为这样即使最终 汤普森留在勇士 也是因为和库里的情谊 他和管理层的介底依然存在 无论是对于库里 还是汤普森 亦或是勇士 这都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 而库里也明白 让兄弟自由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所以克莱和管理层交涉的整个过程 他都保持着沉默 随着一切尘埃落定 库里也终于将 积蓄已久的情感爆发了出来 他先是在社交媒体 晒出和汤普森过去经历的瞬间 随即又发文致敬自己的好兄弟 在文末库里写道 谢谢你做的一切兄弟 去享受篮球 做你想做的所有事吧 想说再见不容易 人生何处不相逢 再见了 水花兄弟